當市長參選年褲長新高修對選擇參選一奧 占對好龍保塔議案到目前已經開過兩次去這回 剛才提供委員長在該案的行政結領 也表示該案既然是若果他抑制 甄情變形設定在臉面 市長就應該帶民進局長在市長的中所加收甄情 內找來律師處理並加收寬臺 他這裡當初做幾位720萬今年恭喜法律顧問費 和褲長新領域相當禮負 那這裡好康他就繼續做法律顧問不用擔心 我們南部地區一年跟人家收5萬就非常的 這個業者就費得很辛苦 也就是說你一年跟人家收法律顧問費5萬塊 人家業者就很辛苦 你一個月要跟人家收20萬的法律顧問費 這個我還沒有在律師界看過這個收費 國年還沒有這麼高的法律顧問費 所以我這裡很清楚了 那不是法律顧問費 他是一次就付720萬 一次分三次費款 法律顧問都是一年5萬10萬這樣分期付款 各位想想看你如果說法律顧問費 三年為期期初就說 往後兩三年你不服務人家怎麼辦呢 更方他在新聞稿裡面去講說什麼他們有期前解約情形 那個我下禮拜會分析那個不合理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三方關係 也就是李衛祥跟起程建設的關係 陳偉宇跟黃偉宇這個黃偉宇的關係 以及陳偉宇跟起程建設的這三方關係去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很顯然這個有刑法的問題必須要減掉來這裡處理 面對何龍北台議員 口中心五個都有三百的報料 然後有檢調請你調查 也要給我指導每天公和清車 不過指導最后出席議會待會開幕 便沒有萬一回應 這新聞關於蔡英國的